再來看到是高雄鳳山區 二十八號晚上九點多 有店家跟客人就在馬路上面 發生了口角糾紛 那根據了解呢 是四位民眾到這間火鍋店吃飯 結果竟然自己帶料來煮 那店家發現勸阻之後 卻引發了客人的不滿 翻桌跟店家爆發衝突 讓附近的民眾都看傻了眼 一群人晚上九點多 在馬路上推一集大吵 看起來火氣都很大 啊 什麼都啦 啊 什麼都啦 男子怒氣沖沖罵對方翻什麼桌 但對方也不甘示弱 老闆繼續罵個不停 看起來真的很生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會讓以和為貴的服務業 氣得和客人翻臉 我們可以外帶 然後吃不完也可以打包 就是不能自己帶東西 說他出去之後又回來 抽我們的面子 然後把鍋子翻 餐廳前爆發口角衝突 就發生在高雄鳳山區 二十八號晚上九點多 原來當時四位大人來到這間 火鍋店用餐 點了一些料 一共吃了五百六十元 但沒想到卻自己帶料來家 被店家發現原本一個人要加收一百元 變成九百六十元 但老闆娘最後退一步 只收八百元 卻還是引起客人不滿 竟然就翻桌爆發口角衝突 你去那裡開箱 你就去那裡買就好了 你不然你就乾脆不要吃 你就去那裡吃就好了 不然你就在家自己用就好了 幹嘛出去外面去外食呢 然後就追出去說 為什麼你要翻鍋 因為你這樣的動作是挑釁呢 到火鍋店吃東西 沒有按照店家規定 自己帶料來家 被發現這樣的行為 讓民眾都搖頭 開心吃飯卻吃出一肚子氣 得不償失 靜新聞 謝嘉玲 陳珊珊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